走!請坐! 各位第47 seria民進院學員 大家 About 早 我叫王illa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三國的武漢很厲害 現在天氣很冷 今年的冬冬 河水特別多 所以 傳媒大家睡新的夢想 不知道可能都要冰來冰去 要過世了 很好很好 所以大家很辛苦 在三國裡面 最近 我要進入英國以前 我想說 先來介紹這個工庫 這裡有一本找台灣好的航空 台灣耗德航向 這是一個長博士 Andy Chang 他是嘉義人 生態電機的筆壓 去美國特博士 之後就在美國吃頭路 從老到現在 雖然退休了 很關心台灣 所以他有寫一個叫 Andy Chang的通訊 都用日本書 都發表在日本 有日本人了解台灣的問題 他有 驚呼我們民進府四十本的書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來買 他裡面有 他主要用日本書 日本語 還有翻證 我們的漢文漢字 所以漢字跟日本對照 你如果要學日本 這本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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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白人 我本尊 我是建築師 生態建築的筆壓 現在已經 退休了 我美國建築流行 現在退休了 轉拋度 我現在變成專業的家 變成有的家 各位在樓下吃飯 不要再吃飯 要拋兩百度 拋兩百度 那兩百度 就是我學的 一百是學的蚵賴 蚵賴的台車 有的台車 在走的蚵賴 另外一百是拍湯 各位老的興趣 這乾水的沒問題 但是有要買 有在收縱 有要收縱的人 因為收縱 這個費用 要關給民政府 所以各位 吃飯 欣賞一下 這是我的優惠 我優惠已經 月二十年了 我在台學裡面 就開始月了 月到現在 今天 有一些故事 要說給大家知道 我看這個 New York Times New York四部 這個 上禮拜 禮拜天 有一個普文 有一個老太太 已經八十九歲過生 八十九歲過生 有什麼遺憾 不是 因為 她有一個故事 這個老太太 名字叫做 Betty Golden 她的父母 是那個 她是出世 在委員 那 父母是 年輕的 猶太人 她的老伯 在委員 非常有名的 一個音樂家 一個演奏家 所以 日本 就把搖槍 去當天 去 帝國 演奏家 叫她來 架車 當時來表演 她老伯說 這樣好了 不然我們來 當天六個月 就回來了 所以 她將於 這個孩子 這個祖母 當時到五歲而已 Betty Golden 五歲 五歲 就把她帶去 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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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她是說 這個孩子也是要訪 所以孩子 上去 這個 德國的學校 German School in Tokyo 在德國的德國學校 一直到這個 這個 一九三空年代 這個 這個 德國學校 說 哪製化 哪製 就是 納粹 改變 那個 學校的風氣 就是 接受 Hitler 這個 所以 老伯就說 沒什麼政客 所以 但這個 孩子 買 但 德國學校 還要去 這個 美國學校 美國學校 還去 美國學校 所以這個 孩子 自小的 他說 索粹 他 他在德國學校 說德國學 他在美國學校 說英語 三個學 所以 在美國學校 躺後 本來 六個月後 他就要回 但日本 一直搖牆 一直搖 老 說他還繼續 日本 搖 舊 舊 舊 所以 他們 老伯 又繼續 老下去 一直到十六歲 這個 孩子 他就離開 他們 老伯 在東京的老伯 去美國 California Oakland California 去託車 我 去託車的時候 我剛才 19 就是蘇印尼 金如鋼 四遍 Pour 哈佛 這個 太平洋 戰爭 補法 就是日本 去討論 在哈威爾的金如鋼 所以美國 向日本選前 選前後 戰爭開始了 美國 沒辦法消費 日本 我們日本人 不能來美國 所以他 跟他的 舅舅 怎麼切回去 我 十六歲 去美國 特車 他經濟 舅舅 舅舅 我現在 怎麼 沒辦法 接著 錢 所以 買到 客家 在 半天 半湯 躺到 逼 當然 他非常煩惱 他爺爺 在建政中 不知道 如何 生還是死 不知道 所以 在太平洋 建政的時候 他買到 就想辦法 去找頭 找什麼頭 就是跟 建政有關係 因為 他的語言 很好 他抹六國的語言 他就去 這個 找到一個工作 就 進步工作 就是 做反力的工作 之後 1915年 建政結束的時候 他在 California 加州 飛去 DC 飛去華府 華盛頓DC 去找 找什麼 直接去找 Makasa 這個團隊 因為 Makasa 他是 占領日本 的 這個團隊 所以 他找到的工作 就是做 反的官 Makasa 這個團隊 反的官 就對 Makasa 飛去 東京 他東京 第一件工作 就要找他們 北部 北部 到底是生了死 所以 找到 他 小孩 在大 那間家裡 那間家裡 已經燙到 迷迷迷迷 整個條 這樣 大概要怎樣 到要找到 東京的高娃 找到 他們 北部 北部 可以這樣 三比八 營養不良 因為 建政的關係 北部 把他帶回美國 所以 他留在 日本的 中間 因為 Makasa 還是美國 是占領日本 所以 美國 占領日本 占領日本 占領的意思 就是說 我 打贏的國家 我 占領你 打輸的國家 你這個國家的 行政立法司法 完全都外觀了 甚至 日本的 憲法 哇 這是國家的台法 憲法 也是 在 1946年 Makasa 這個團隊 做了 一個 憲法 汽車的團隊 這個團隊裡面 都有25個 學者 專家 都 男人 只有一個 就是 825人 他當時 到22歲而已 一個 小孩 要來 汽車 日本的 憲法 哇 這很簡單 在1946年 這個工作 在 美國 跟 極機密的 工作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 就是說 他的貴心 變成 在 美國 Makasa 團隊 那個 設計 這個 日本憲法 最後一個 貴心的人 就是 要提供論 他這個 意義 就是在 日本 這個 這麼大的 法論 憲法 他參與一家 他說 這個 起初的部分 就是管理 路性 的 管理的部分 所以 很不簡單 我們 在24的 男人 唯一 一個 來 制定 日本 的 憲法 所以 很多人 不太 知道 我們自己 本身 台灣的 歷史 有 可能 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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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一個 的 電子 叫做 李嘉梨 版國 怎麼會變魔 很 這個電子 就是說 這個老鼠站在教室裡面 在黑幫的上面 就寫李嘉莉 上面有五 學生這樣 很多學生就很吵 李嘉莉 上面有五 偏偏有一個學生寫李嘉莉 上面有四 這個老鼠就叫他 你不對 李嘉莉應該是五 這個孩子呢 生成的都不是 就堅持死就對了 所以這個老鼠呢 用國中方法呢 威脅這個孩子 叫這個孩子的比較關鍵的人 要打、要修理 孩子都沒要聽 所以一天 這老師叫這個孩子來黑幫的上面 來寫李嘉莉 這個孩子也寫說死了 結果這個孩子在黑幫的頭上 會打死 會打死啊 這個孩子要死的時候 他政頭 倒手 比兩支 折手 比兩支 咬起來就死了 怎麼變五 但是 台北的孩子 都說二家裡一定有五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八十歲在立功在立功的時候 變得真正 所以這個發生在很多獨裁的國家 就是我們臺灣 很多這種故事 離開你上面有五的故事 很多 我們都不知道 相信是五 其實都不是 我們知道 去年十二月初六 美國總統選舉 現任的總統 歐巴馬 歐巴馬 不是歐巴馬 競選 他連任也有當選 在十二月初六的時候 他當時辦一個 這個國民投票 給什麼國民投票 給Porto Rico的人 國民投票 為什麼要給Porto Rico的國民投票呢 因為Porto Rico 是這個 西班牌和美國的戰爭裡面 美國打贏 將西班牌 將Porto Rico 國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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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國民投票 國民投票 這四個地方 掛念給美國 所以Porto Rico 變成美國 海外的一個領土 美合併的領土 有一個新的名字 沒有合併的領土 美國領土 但是未合併的領土 所以他就讓Porto Rico的人 心甦 在總統選舉裡面 給你國民投票 投票是要選什麼 他說 你們是不是要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就是Porto Rico 在美國主題的狀態 維持現狀 有繼續主題 結果有53%的Porto Rico的人 反對維持現狀 就是跳過半數 你現在就是說 沒有維持現狀的時候 你是希望怎麼樣 結果有63%的投票 暫行Porto Rico 變成美國的一個州 當然是這個 公民投票是參加性質 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州 就是要看美國國會 是不是通過一個法案 讓Porto Rico變成一個州 這就是讓我先去Porto Rico Porto Rico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和台灣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Porto Rico Porto Rico 就是Columbus 發展新大陸 發展新大陸 美國的Columbus 發展Porto Rico 和Porto Rico 在15世紀 那時候 什麼人發現 就是什麼人會 就占領了 所以15世紀 西班牙 就已經 將郭巴 和Porto Rico 變成西班牙的市民地 台灣 太陽 太陽 台灣在15世紀 16世紀 西班牙 沾領 淡水 那邊 所以淡水 現在還流著 阿摩山 那就是西班牙 那都是 流下來的東西 在南部 在台南 安平 那個所在 荷蘭人 沾領 還有一個 熱 就是現在的 車坎牙 當然現在車坎牙已經 又 定期了一次 反過來也不一樣 在車坎牙的地方 所以台灣 比西班牙 占領 在北部 比荷蘭人 占領 在南部 接下來還有很多 鞭片 譬如說 接下來是 電信公 打贏荷蘭 然後呢 這個青條 還打在地信公 所以台灣 在地圓 在地圓 所以 有西班牙的地方 有交叉的地方 就是那個年代 當時 也是外國 西班牙 還是荷蘭 的市民地 但是台灣 是一部分 占一部分 占一部分而已 不是全部分 所以不一樣 所以 美國跟西班牙的戰爭 很趣 因為 郭巴 很接近美國 美國 南部 南部 還比較下去而已 在米米 所以 美國人 在郭巴 的島主 非常多 島主 在郭巴 的湯 郭巴 的粉 郭巴 的 抗壓 島主 在一時 在一般 差不多九五年 那個時候 到達五千萬的 差不多美金 那個 所需 其實非常大 在那個年代 所以 美國就有意思 要占領郭巴 因為 他的利益 太大了 還 剛才 這個郭巴 比西班牙十分 郭巴想要反恐 郭巴想要獨立 所以 在一九一八九五年 到一八九八年 這個三年 中間 郭巴 有所謂的 獨立戰爭 這個郭巴 人 出來 用武衆 出來 抗議 最多 世班牙的 這個 政權 結果 他打得 差不多 要扁手 在一九八年 的時候 美國 有一個戰感 叫做 面 這個戰感 這個戰感 就是什麼 人的 複雜 當然到現在 歷書家 還沒辦法 斷定說 是什麼人 帶這台戰感 因為 美國戰感 複雜 有最少 兩百幾的人 所以美國的五輪 就要求政府 你來參選 你來向西班牙參選 所以美國政府 在一百 九百年 一百九百年 一百九百年 向西班牙選選 結果 打到一百九百年 年代 西班牙會堵不住 因為郭巴 特地戰爭 就打扁手 美國還插一腳 還有這個 美國 同時 講這個 Porto Rico 還有 菲律賓 都開始向西班牙戰爭 這個 菲律賓和菲律賓 先輸 所以西班牙沒辦法 他就 鄉 郭巴 他就 宣布說 這樣 他沒辦法 沒辦法 他就 導航就對了 所以 一百 九百年 在巴雷 簽一個巴雷 合佑 就是美國和西班牙的合佑 這個合佑是一百九百年 生效 合佑裡面 有一點 尼書 就是說和台灣尼書 郭巴就是說 西班牙 放棄 主管的一切管理 台灣在馬關 不是馬關 古金山調用 在本放棄 台灣平和 這個一切管理 但是沒有放棄 沒有放棄 沒有收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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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放棄 它的管理 放棄管理之後 沒有要到一國 但是 接下來的條文就是 說 如果西班牙等 高巴鐵鐵鐵 美國就開始占 就是說 但是 古金山 合佑 台灣的問題 他沒有說 這樣 他只是說他放棄 放棄後 怎麼就不說了 然後 這個巴雷 合佑 又說 西班牙 掛牛 這個 Puerto Rico 菲律賓 管 給美國 所以有指定國家 要管給誰人 所以 Puerto Rico 這個 菲律賓跟 美國就開始占領 所以 有這些問題發生 現在占領後 高巴在1900年 美國協助高巴 變成了一個 獨立的國家 在美國占領中間 變成了一個國家 Puerto Rico 但是 那時候 1999年 我現在 又不是一個國家 是美國的一個主題區 現在希望 變成了 美國的一種 菲律賓 也是已經變成了一個國家 我沒有管道 又不是 又是一個主題區 這就是 我們 現在就普通了解 建政的狀態 建政就是 各國 一定有選建 比較有變成建政 建政要結束呢 一定要簽一個 和平條約 這個建政呢 比較正式結束 這個美國跟西班牙 建政很單純 是兩國在建 西班牙跟美國 太平洋戰爭不一樣 太平洋戰爭是日本一個國家 會建五十幾個國家 所以古金山好用 有四十八個國家簽字 有很多國家參與 所以比較複雜 但是後來有維修的地方 我們台灣 當然我們知道 台灣的政行 剛才有說 西班牙普特 一直到清國 清條 占領台灣 有兩百多年的時間 當然 當然 清條的占領 是只有這個 四部 担保他無法度 所以担保台部 我們這些 古山祖 這些原住民 清條關不住 他的地道裡面 都圍四部而已 一半這樣 沒有圍到担保去 但是雖然是這樣 日本在 1930年代就開始 出兵 恐怕 這個中國的法伯 田丁 法伯那兵 在1930幾年 建立一個萬洲國 萬洲國 當然是日本 在背後建立的 一直到 剛才有說 1930年 金珠港事變 所以 太平洋戰爭 就正式開始 美國向日本選前 在1930年 那當時 因為 1935年 日本跟清條 有一個戰爭 我們知道 叫做 九五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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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打贏 日本打贏 你要簽一個 河浴 河浴 叫做 馬館貂浴 日本叫做 野館貂浴 貂浴 貂浴裡面 就說得很清楚 這個 清國 清條 從臺灣 從臺灣 配偶 一切 穿分支款 掛入日本 這說得很清楚 所以 在1935年 臺灣 南清條 變成日本 佔領的領土 所以一直到 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臺灣也是日本的領土 所以我們很多不知道 太平洋戰爭 到底臺灣 有參加戰爭還是沒有 都不知道 我現在問一些年輕人 他說不知道 找不到 他不知道 到底臺灣在日本 這個太平洋戰爭 是怕贏怕輸 不知道 我們是怕輸 因為我們當時是日本的領土 所以 臺灣人在太平洋戰爭 現在是日本進國選手 有最近三萬的人 臺灣人的名字 臺灣人都是各所做的 名字都寫在那裡 福西在那個地方 在太平洋戰爭 犧牲 這邊的臺灣人 當然當然也是日本人 當然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甚至在河庵阿湖 河庵阿湖和平公園裡面 也有二十幾個台灣人的名字恰在上面 所以就是台灣 還是台灣人 確實參與太平洋戰爭 在太平洋戰爭裡面確實戰敗 我們是戰敗 不是戰而已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說 李嘉莉就上午五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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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说都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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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说光复台湾 都李嘉莉上午五 没得光复台湾 在1945年10月25 这个旧街社会集团来占名台湾 是MACASA的第一合命令 从这个建区台湾掛佛 不是掛佛 分配中国街社会集团来占名 日本本土由美国占名 因为太平洋建区非常看 打去到湾南 遼谷 那边去 菲律宾都死 所以政府很看不可能 说一个国家占所有这些政府 所以他要分配 我们很不幸 台湾分配给中国街社这个集团 来占名 把我们占到现在 说他是共和台湾 最近没有人 其实没有人 没有人他不是共和 我们是比仗而已 所以大家要记 李嘉莉 都有五个国事 在台湾很多很多 所以台湾一直到这个 1945年比较而已 然后呢 幽丸 又是日本的领土 一直到1950年 古金山河佑 签利生后 日本跟台湾配给 这个放棄 不说放棄就算 总是放棄而已 所以已经五年一开始 台湾国际地位就未定 因为国际地位说放棄 不说没有放棄就算 所以我们的地位到现在 就是未定的状态 但是呢 1950年 这个有一个 叫做 立华河佑 有的叫做台北河佑 就是说 一个战争要结束 一定要签一个河冰地位 古金山河佑呢 中国 不管是国民党中国 还是共产党中国 都不是签二国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中国跟日本 并没有结束战争 因为他没有签 古金山河佑 所以另外呢 又签一个叫做台北河佑 台北河佑就是 当时这个中央改修在台湾 他已经贴在台湾 和日本签的一个河佑 这个河佑不能签外 古金山河佑 所以河佑也是在说 日本放棄台湾佑 不说要放棄上 不说要让中央民国 都没有啦 所以在这个河佑里面呢 还有说一点 一点就是说 他叫四五年 在台湾这些奔土台湾人 跟他的后台 被看作是中央民国的国民 在那个河佑里面 在那个河佑里面 这个以前呢 我们本土台湾人 都是日本籍 包括很多日本时代出世的 都日本籍 但是这个河佑里面 就让我们这个 本土台湾人呢 集体变成 这个 中央民国人 这些是违反国制法 集体变成 这个 这个中国人去 这就是 我们的情形 一直到这个 已经五年变成中国人 这是 日本跟中央民国签的合佑 但是历史一直在变 历史不是正常的东西 它的缘变 一直到二十年了 一九七年 日本跟中央民国重够了 不然想念中央民国是一个国家 这样 立法合佑 台北合佑 是有效还是没有效 已经重够了 这个合佑做了 所以重够的时候 我们本土台湾人的借 现在变成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所以变成没有借 一直到 你以后 空六年 臨资成新生定 两百个人去告美国政府 美国欢迎双方说 你台湾人到美国政为止 你没有国政 所以我们到现在 就是没有国政的台湾人 这样 说得很可怜 没有国家 这就是我们台湾目政的这个政行 现在在说 你中央民国 那不是一个国家 是还是不是 我们很多人 如果问说 你是对的人 哇 我们就讨论小吉普 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也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不然我们说 他是日本人 所以这样 我们自己的这个临统 本身 就是 没很清楚 这是因为 过去 国民党的教育 不是要让你没清楚 就是用你和你 你和你乱到 你不知道 我理解他就是死 所以 中华民国 在1910年 我们都知道 所以 顺中山 去 帕阳 这个青条 建立中华民国 这是1910年 中华民国的元年 所以 公园和公园和中华民国 差十一年 国家会记 差十一年 所以 你如果说民国民国 再加十一 就是公园 就是公园 所以 我们 应该将中华民国 等来噴出汤 因为中华民国 在世界上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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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中华民国 1910年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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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开始这个 中国 跟日本的战争 然后呢 我 在 中国 大陆的 共产党 开始 起来 澎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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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 在南京的中央政府 那种是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 他叫四孔年代呢 中华民国 是 是一个国家 没错 我们还知道 一个国家里面 好像有一个中央政府 不可能有两个中央政府 所以 中央政府以外的政府 要变成什么 变成破亂的政府 所以在一九四孔年代 中国的中央政府 就是中华民国 在南京的中央政府 共产党的政府 变成破亂的政府 他是破亂的 结果呢 破亂啊破亂 结果在一九四孔年 破亂的共产党 破亂呢 破亂 中央政府的国民党 破亂的人都最大的 你破亂的 破亂要走路 破亂的 所以在一九四孔年呢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 在日本领导 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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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什么 变成叛乱政府 中央政府 因为这个国家 只有一个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中央人民共和国 世界很多国家 成立了 所以中央民国 变成流氓 破亂的政府 所以历史 演变很出名 所以中央民国呢 在台湾呢 有两个性子 第一个性子 就是一九四孔年 他代表民君 来占领台湾 所以是占领的性子 第二呢 一九四孔年呢 他被共产党打到招牧楼 早来台湾 就叫做流氓 所以中央民国这两个性子 就是占领 第二就是流氓 流氓来台北 所以世界上 大家都知道 中央民国 还是这个 中国国民党 他是流氓政府 所以在世界上 所应的名称 包括Olympic 的名称 都叫做中央台北 Chinese台北 他就是中央 其实是Chinese Chinese 中国人的意思 中国人的台北 这个称呼呢 就是说 中国流氓在台北的政府 叫做Chinese台北 因为第二次世界台前 这个中国呢 打到霸雷的时候呢 霸雷政府也刷去伦敦 那当时 法国的政府也叫做French London 就是 法国政府流氓在伦敦的一个政府 这个世界上 那个公用的名称就是这样 所以 中央台北 那是政客的 政客的名称 没有什么中央民国 他自己在划 但是 但是 这个流氓的性质 呢 一直到二空一空年了 我们知道 国民党跟这个 中国的这个共产党 变成中国的中央政府 一个普产党政府 有签一个EQA 和兵教育 那签和兵教育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个普产党的政府 跟这个中央政府 签一个合用 就是说 我没有要再普产党 我就是 中处以后 要和你和兵共处 我可以随时回去 所以 这个中央民国的流氓性质 他看签不下去 他不是流氓 他都不用流氓 你随时可以回去 所以他变成 我来说是 直军 烂民 流氓在台北 的这个集团 他不是流氓政府 所以 我们每四年 我来说 我们川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们在座各位 大家很烈心 讲究有的不的 出钱一出烂 我当时也这样 变成四国 站台银港 我现在想起来说 说得到 变成了 有什么厉害 都不对 因为你中华民国 你什么武器不 也是中华民国 在这个体制 里面 台湾没法 变成了一个国家 完全是 中华民国的体制 所以 中华民国 到面前 我们很清楚 他 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 跟我们说 很多次 你中华民国 不是一个 主权 独立的国家 台湾 又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 我们知道 就是说 中华民国 这个东西 到目前 我们了解 他不是国家 他是一个政府 政府 政府 在台湾管理法 我们知道 一九七九年 这个美国 成任 中华民国 共和国 美国跟 中华民国 当时 当时 美国国 国会 有通过一个法律 叫做台湾管理法 台湾Relations Act 台湾管理法 里面说 台湾 自 一九七九年 正月 成任 开始 不想叫做 中华民国 成任 台湾通地 統教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王台湾 他就是 在台湾的一个 地理通教 他不是国家 也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都不想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很清楚 因为 这个台湾管理法 是美国的国内法 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国内法 美国一个国家通过一个法律 和台湾发生管理 台湾如果是一个国家的时候 美国和台湾 就应该有一个合用 有一个调用 不是台湾管理法 可见 台湾的状态 就是 台湾建政后 美国占领的一个状态 在美国有一个管理 通过法律 和台湾发生管理 所以台湾就是这些政行 变成南北政的处境 现在这个 理工康留年的 林志全先生 去高美国政府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 世界享用的国家 你高美国政府 你高美国政府 你不要请美国律师 美国律师是拿美金的 他没有要拿新台湾 还没有想 你如果没有相当的巴黄 你敢敢去靠一个政府 靠一个世界享用的政府 你不敢 应该是有相当的巴黄 他这个论事 要主要是 緊固 古金山合用 因为古金山合用 其中有一条 说得很清楚 美国就是 太平洋战争里面 主要占领团国 the governing occupying power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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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占领的领土 就是台湾 比占领的领土 他有管理 也有疑务 对台湾 本土的台湾人 有疑务 有什么疑务 就是说 本土的台湾人 受美国憲法的保护 美国的台湾 本土的台湾人 应该享受 美国憲法保护之下 他基本领团 基本领团 表示说 我有这个 前世的自由 我有来来去去的自由 行动的自由 所以 在美国 要发给 本土的台湾人 要录行政策 不然我要如何录行 我们有这个管理 因为你是 主要占领团国 经过这个论论 去告这个 美国的这个法院 告这个法院 很趣 他这个 各位 如果可以 请望楼 去了解这个 整个各所 这个辩论的 过程 就知道 哇 答案问题 我们来的人清楚 在辩论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美国有派这个 辩论律师 国民的辩论律师 出来辩 说到这个 古今山合佑 这个 破冠 问这个 美国的辩论律师 他说 你怎么可以 脚蹭蹭地 离开古今山合佑 他说 Can you walk away from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这个 辩论律师 躲到 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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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Let me help you 我帮忙你回答 回答他说 You cannot 你不可以 脚蹭蹭蹭 就 没要插这个 古今山合佑 古今山合佑 灵念有效 的这个意思 所以 在这个 破冠的过程中 最后 拖到三年 这不简单 三年 那中间 在日空空中年 最后 做出一个破冠 这个破冠的 头状 当然很多 我大概说三点 他第一点就是说 台湾 在六十几年来 这台湾本土的人 都生化在 在政治的性格里面 六十几年来 台湾没有一个 一直 生理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 有的生理 有的 不需要生理 第三 台湾在国际的地位 六十几年来 一定都没有确定 我们的国际的地位 还没有确定 就是有这三点结论 这三点结论 就很不简单 美国最后 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但是最后 对这个案件 这个法官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人对台湾 可以行使资款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不是司法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 是三款独立的国家 是三款独立的国家 行政司法 这个 都分开的 所以 司法不能干涉行政 所以 什么人可以行使 对台湾行使资款 这是政治问题 所以司法呢 他说 是说 超过 十五法 超过欢迎的范围 所以 没法做打额 所以 我是认为 这个案件 这个 缩商 并不是打书 是打扁手 打扁手 他不敢打额 他说这是政治问题 所以我们是打扁手 所以打扁手 所以打扁手 对台湾来说 可能是贏 是贏 是贏 虽然 我们没得到这个结构 我们面前 还没有 没有那个流行政政 他还没有法的流行政政 所以 这个政营 所以 现在就是说 我们听听得到 知道 台湾大概 这个问题 在哪里 我们知道 台湾的问题 总结起来 就是说 在太平洋战争 1945年 这个 相互相比明君明令 占领开始 美国是主要占领犯国 相互相 台湾的集团是处要占领犯国 台湾的 总台 有完 虽然 六十几年 又是比 占领的总台 我们要改变 我们的总台 改变我们的名文 就是我们台湾人 要起来发声 台湾的问题 要改变 就一定会经过美国的国会 美国国会 如果我都通过法案 美国总统来执行 美国到目前 他要维持现状 他说 好好好 平平安安安 好色好色 你中华民国就说 特意就要买武器 武器 不是说 几千万 几岳的 算盗的 特意有这些收入怎么办 所以美国 他目前没有想要改变现状 我们要改变现状 台湾人自己发声 台湾人自己站起来 我们靠民政府 以后 百姓 四五千五六千 太少了 哪个有活动 比如说 十万的人 二十万的人 人站出來 站在民政府的後面 哇 這個聲音就有力了 這個聲音 美國國會的參議員就聽到了 所以我們不能只說 你美國怎麼不想來處理台灣問題 你美國帶中華民國人來台灣 現在你沒有把他帶回 這個問題我們自己要起來發聲 不可以只靠美國人說你來做什麼 所以各位 大家很辛苦三天在這裡 我們回去不要跟我忘記 回去真的五十要講 我們的孩子 死者也要講 我們的媳婦 警察也要講 我們的孫子也要講 我們的孫子不要跟他講中華 現在很多阿公阿嬤就要帶孫子 帶孫子都講中華 現在自己的母意都要忘記是這樣 所以 以上我留了一些時間 看在座 大家各個地方都有來 有的冰冬來補兵到這裡 有的花蓮共和來 哇 很多種風度 這花蓮來到這裡也很風 我們坐飛車 庫頭半輪的台灣 現在俗法公路這樣 還不太通 冰冬來補來到這裡 哇 露兜搖腕 半輪變車 冰冰這個地方 上面有平安地區 還是六色地區 現在鐵路有 鐵路萬的車都有 如果你說 九速公路 通到冰冬那裡就不可以了 這個高鐵也是 沒有福利到冰冬 南島這種地方 交通也很不方便 它是這個 台灣的中心地帶 台灣唯一一個館 它沒有遠海 沒有海外線 就是冰冬 不是 就是南島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很辛苦 這本來 剛來的北斗來一定很多問題 我到底來這裡是要創什麼 我們可以創什麼 所以我浪了這個時間 我跟大家 北斗來 大家來 有想要說什麼 有什麼問題 拿出來大家分量一下 這樣好不好 請說 童界王 謝謝 師傅 老師好 我 在這個 你剛才在這個 看你這幾個 這個 我 是 你是 在這條 你 那 你 在這條 我 在這條 你 在這條 你 在這條 台北河佑 台北河佑是 我曾經在看他們 我曾經共同的教育 那時候有一個 我看過日本一個 本土中間 他們說他們 派給他們 來奏向 現在就是他們 台北河佑 中華文化人間的政府 我們本來 簽的 簽的很多人 說這些是 國際的 人家 很多人說 林家居就是 這個 這個是他們 劇本 還有劇本 像說 修改修 什麼 聖品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就說 這就是 日本人 那種方式的 這就是 過程 台灣人 我們 對這個 發生的想法 不夠 這個 拐火的 跟灰熊 那個 認知 人的 不許可 做得這麼多 謝謝 請問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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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很好 他說 台北河佑 1952 他簽的 是 當時 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 跟日本 又 各別 簽一個 合約 因為 中華民國 不是 旧金山 合約的 簽字國 所以 他要各別 和日本 又簽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他沒有參與 這個太平洋戰爭 所以他沒有管理簽 所以 只有中華民國簽 這個 台北河佑 有說 這個河佑的 來容 不可以超越 古金山河佑 河佑 河佑裡面有說 台灣人的籍 但日本籍 變成做中華民國籍 他這都有說 但是問題就是說 一直到1970年 日本跟中華民國等高了 等這個河佑變成做怎樣 這我看應該是就不好 所以你等高了 是這個 這個情形 然後 你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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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延續後面 還說 別人超過 那個 金山河佑 不太用 現在 你還說 我們台灣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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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你還說 大家 還說 還說 現在還說 還說 連你 這個 台灣人 的 本來是歐元氏 歐元氏是愛超一分識 現在我們在台北 歐元化後 歐元化後 歐元化 因為 中外人 中外人不能歐元化 所以歐元化後 歐元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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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你鑽鑽不 결 把編鑽不犯不犯 把編鑽鑽到七星年Р 又沒想到 不懂得話 不要這樣 阿威君 把編鑽上來 你就調到編鑽上來 這個 這是我的 你日本的 你就廣告廣告 你日本的 德上日本的那些 但我哪有平凡的 我的問題在... 對啦 這當然是讓我們台灣人很紛亂 就是說到底我們的祝福是怎樣 日本變成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變成不和氣這樣 現在就是這個台北海是一九七年 一九五年 長久是一九七二年 但是美國反應的破關 就是說我們本土台湾人沒有國籍 我們也不是中華民國籍是怎樣 因為中華民國都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沒有籍 他甚至也不是流亡政府 他流亡的性質也沒有了 他是在台灣 在美國台灣管理法裡面的一個地理統教 地理統教 我們沒辦法說我們是地理統教的 他不是國家 沒有國籍 但是這個親處理就是怎樣 我們現在知道說美國給中華民國 有一個勉強的最近幾年 有一個勉強的國家 在美國台灣管理法 他把台灣使作看作是一個全國家 不是國家就是全國家 所以美國給台灣一個勉強 勉強是勉強 你來上網去貼一些資料 這個資料呢 第一就是要貼說你是在哪裡出事的 然後要貼你說 你的一個州 就是叫台灣要貼你們的國籍 altro應該要選擇 enormous腿 第二個 次的國家在台灣 臺灣什麼叫臺灣 不是什麼叫中華民國 不是Republic of China 不是ROC 它什麼叫臺灣 所以你就要點臺灣 你若是金門媽怎麼出事的 那是中國 所以現在要進入美國的時候 當時不用請你要拿中華民國 日本負責裡面有一個金片 這個金片裡面 有臺灣全部的負荷資料 都在金片裡面 所以你拿日本負責 在美國海關的金片 把它捂下去它的電腦 它就知道你是臺灣哪裡出事的 你的國籍是臺灣 你如果金門媽怎麼出事的 你不是臺灣 你就不一定可以進入美國 它是有這個控制不是沒有 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叫我們簽我們的國籍是臺灣 但是美國一直說你臺灣不是國家 你拿的這本負責 這本負責 不知道各位有帶負責來嗎 這本新的負責 它的國籍是Republic of China 你上完負責的這個國籍是臺灣 這樣不一定也不是 美國怎麼會接受 所以我說這個還有很多問題 第一 美國如果海關接受的時候 你公開違反臺灣管理法 臺灣管理法 就是說他沒有要請你做中華民國 但是你這個負責要殺中華民國 你上完是殺臺灣 所以到底上得對 這又是很大的問題 對啦 所以這個籍我們到現在的目情清楚了 就是說我們沒有國籍 但是為了方便期間的 我們是都殺臺灣 過期不能殺臺灣 你要殺臺灣他沒有給你 過期也會殺歐西 現在又要殺臺灣 有這個情形 他現在出貨幾分鐘 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還剩三分鐘而已 三分鐘大家不要來吃飯 好來 我剛才說這個 就是要出境 現在台灣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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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總華民國 他這樣賣完 出境就在拍攝 在我們議員做的 要出境的事情 就在看 你有好角度 所以這樣 我們大家都請到 臺灣政府 會報告事情 是不是 他會報告 你說 這是你國的 人情的 一個 理性的 政見 我 是 是 是 當然我們希望 這張新聞證 可以 應 但是 你想想 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台北 他要這樣 讓你應 當然 我如果是 國民黨我也不愛 他讓你應 的時候 他的管理就沒問題了 他不讓你應 然後 你拿這張新聞證 你這樣可以坐飛機 他不可以 坐飛機 一定要有負責 他要看你的負責 不是看你的ID 你如果是美國的國來 國來的飛機 背來背去 你可以看ID 不用看負責 所以這不想 所以你要出國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份 中華台北的負責 一定要有這份 都會 美國有發一個 流行政見下來 你就可以拿一份 流行政見 出國 進入美國的海關 有這個管理 這樣 目前的新聞證 只證明 我們是奔土台灣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是證明這樣 是這樣而已 我們的時間到了 吃飯的時間到了 今天感謝各位學員 大家很辛苦 在這個地方上課 感謝大家 感謝 謝謝